Inpress版面配置介绍 在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版面配置的功能怎么操作 请先打开范例档 在我们之前有提到过做简报的流程 在确定版面之前 我们先想要呈现哪些简报内容 确定好版面之后才开始制作简报 所以版面配置是很重要的一环 回到我们的简报 请看第二张 当你点选第二张的时候 它的属性就会跑出它的版面配置 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个标题名称 两个小物件和一个大物件 那其他的都是一样 在简报的时候 你可以根据你的主题设定一样的版面配置 例如我第二张到第七张 都是属于同样的版面配置 那在我们做简报的时候 最好不要随意变更我们的版面配置 例如我第二张 我做到一半 我突然想变个版面可以吗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选择这个的话 你会发现第一个物件变得比较大 但是呢第三个物件 我们文字部分却变得比较小 好我们再试看看其他的效果 好变成这个版面配置的话呢 前面两个虽然是小物件 但是文字部分还是没有变得 我们原来之前那么大 好我们先切回去原来的标题名称 两个小物件和一个大物件 所以我们在做简报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 我们要根据我们提供的内容 来设定我们的版面配置 好那请各位到 第八章 涮香腾的部分 好请各位练习一下 怎么样在我们设定好的版面配置之下 加上我们要的图片或者是文字 好在图片部分呢 涮香腾 请各位可以到 好 安息国小小原子网 好先去下载 好找到涮香腾 好点选图片 好你可以按右键 图片另存新档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先省略 好回到我们的 第八章 好如果你点这里的话 是加上文字 那我们要加上的是图片 好请点这个部分 然后选择 左下角的插入影像 然后呢到您下载图片存放的位置 好点选图片 好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加好了两个图片 那文字部分呢 这边已经帮各位整理好了 好在备注的部分 我们在做图片的时候呢 我们在做图片的时候呢文字尽量不要太多 好 按滑鼠的右键 复制 好把这个切入到一半 好在贴上的时候记得不要直接按右键 贴上 好为什么呢你看一下前面少了什么东西 好我先按取消 换另外一个方式贴上 到编辑 选择性贴上 选择为格式化文字 确定 好当我们的内容要套用我们母片编辑的设定的格式或样式的时候 你在做插入文字的部分 一定要选择为格式化的文字 好不然他会用这里的样式和格式去插入 好那这边请各位先练习看看 好那记得我们在做 图片的时候 版面配置是很重要的 好根据你的简报内容 然后设计好你的版面 然后就做简报 那中间呢就不要去乱动 版面配置了 那这个单元为各位介绍到这边 请订阅一下 到明星期间 请订阅一下 请订阅一下 订阅一下